Hello 大家好 我是Heidi 郭子瑜 今天我来预测一下第17届最终获得奥运最多金牌的国家 究竟是哪一个? 首先,根据2024年8月1日的盘榜中 我见到目前金牌位于榜首的位置是中国 第二名是法国 而第三名是日本 因此我先用奇门遁甲 问这三个国家的可能性 我建了一个时空盘 就去问 第17届奥运获得最多金牌的国家 究竟是中国、法国、日本? 国家用神我会取年杆 而金牌用神我会用直符 中国的年杆夹神任 首先落在乾卦、微月、土旺金上 中国落宫是旺上有利 而乾为头 是大国的意思 相信能够由头大到落尾的可能性相对比较高 而且金牌用神直符和中国同工 胜算也颇大 现在我们测的时候是微月 在金牌榜中 截至8月1日也处于领先的状态 而2024年的巴黎奥运时间是7月26日至8月11日 是闭莫离 月令未雨已过 到时我们会到新月的情况 新月其实金是非常旺的 中国在比新月的月令加持之下 赢面相对很大 不过可惜 因为任光坐己入务 而且也有道门更新 恐怕成为最多金牌的国家 其实相对有些阻滞 而且也有一颗逆马星在里面 等于事情有机会有转变的迹象 接着来我们分析 8月1日位居于第二位的国家 法国 第二个国家用神 我们用法国 是连杆的任天盘跳了地盘之后 法国落在镇宫 里面有袁武、京门和天瑞寄宫 首先袁武就是失去了一些东西 測金牌与袁武其实是大打折扣的 而且有天瑞星去寄宫 亦是受困的迹象 加上落宫是药木的震挂 在未月非常弱 而且遇了凶亡的情况 更是被借乎金牌的用神所克制 在武上家武的情况下 我认为法国未必能成为最多金牌的国家 而第三个国家是日本 我们在震挂天跳地盘之后 就落到昆宫 这个月令的慈世之王好像挺有利的 但是困公、丁桂聪 在奇门之中 丁家桂是一个大空的格局 我们诸酌头缸的意思 代表事情是有阻滞的情况 而有格局 我们就先论格局 之后才论生黑的情况 首先格局是大空 而且论生黑 其实我也觉得未如理想 因为日本在坤挂虽然非常旺 但它洩气给金牌的用神、拳挂的直辅 在奇门遁甲之中 洩气是不利的事情 所以日本虽然在月令的帮薪之下 现在暂时第三名 但我认为它未必能成为最多金牌的国家 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 问了三个国家 我认为中国胜出的机会率是比较大些 不过因为我们要参考上一届奥运的情况 我仍然需要对着个别超厉强的强角 去作出一些筛选 我参考2020年上一届最多金牌得主 是美国 当年以39面金牌 险胜中国38面金牌 由于奇门遁甲我只会跳三次盘 我需要开另一个时空盘 测试美国能否成为2024年奥运会 拿到最多金牌的国家 因此我报数八 开了一个阴遁八局 美国的用神仍然是连杆甲神任 今次落在很旺的坤挂 这里有月令的旺 亦是金牌用神直辅同工 加上丁任合国家合金牌 最美的吉门是坐镇 有生门的情况 今次看下有机会又是 实食无痴牙的情况 我们首先来对比一下 中国和美国的情况 第一个盘 中国是坐直辅的 但有道门 在拳挂有翼马星 未月金是皇上 而美国是月令的旺 更加跟金牌用神合相 在坤挂超级的 在两者对比之下 我判断今次第十七届奥运会 仍然是美国拿到最多金牌 希望今次能够中奖 而且也得到你们的支持 拜拜